肉就像泥巴一样 还有股臭味 确定是给人吃的吗 我们餐厅老板为了紧正实在的潮流 拿了两包红烧肉玉制菜 让我们看一下品相和味道 看能不能上进菜单和外卖里面 据他说这一袋是5块钱左右的价格 咱们先看包装上的品相 那真的是没法说 这两份红烧肉的配料表就是正常的调料 加了一些防腐剂 咱们现在打开看看品相 尝尝味道如何 这一袋说是常温下可以保存8个月 这一打开居然有个臭味 闻着人就想吐 筷子一夹 肉都稀烂 像泥巴一样 我真的是服了 就这东西也没有加热常温的必要了 估计傻子都不会吃的 就这质量我是真的不知道上家是怎么好意思拿出来卖的呀 这份红烧肉玉制菜直接怕死掉 太恶心了 根本就不能吃 看看另外一袋防腐红烧肉怎么样 这一袋水料巴汤的 好在没有臭味 包装上面显示建议做盖饭 咱们现在把这一袋热一下 看看味道如何 起锅烧油 加点辣椒圈在里面提一下味 再把这个防腐红烧肉直接丢进去加热 这种加热方式比直接袋子丢水里面煮速度更快 在锅里煮个20秒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好 现在倒出 这个比刚刚辣个好多了 肉和防腐都是成型的 也没有其他的一味 防腐多一点肉少一点 吃在嘴里这个肉稍微有一点点骚味和好像防腐鸡的味道 别的方面和自己做的差不了太多 据说很多外卖店都用这样的料理包 但是我是真的接受不了这碗 吃这碗感觉心里挺割引人的 我宁愿吃泡面也不想吃这碗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 抖音